人民理論第二節回來 繼續是陳茂波會計價的立法會的代表 剛才也說了一些關於管治方面的問題 香港的國際都會的問題 當然香港的地位和香港的社會 是在貧富延傳方面很關注的問題 可不可以得以改善呢? 其實是靠立法會議員死定的 不是立法會議員即是 沒有權 一來沒有權 一來九千多萬個組合 你沒有一個強而有力 所謂的立法會裡面的執政黨 你每個黨講的意見 政府就好像執生草若那樣 讓人執一些 最重要是拿到票過那就算了 所以你看到這麼多年來 立法會可以真的發揮到在制定政策的立場 這方面可以說是絕無僅由的 很多時候真的靠行政長官 行政長官我們經歷了兩任 即是董建華呢 就真的很多的觀念 概念 其實不差的 即是他的觀念概念 但是他執行能力薄弱 是吧? 即是和那個團隊方面 亦都是用人方面 真的可以說是找不到好的人才 至於為何找不到這個 真的很多因素 可能是個人問題 可能是爺爺的問題 可能隔壁那些公公娘娘問題 不知道的 是吧? 因為我聽到有些人說 其實董建華影響最大的就是枕邊人 即是他的影響力是高過所有司局長 這個一號可能影響力真的很大 真蔭權有另一種人 即是做特首之後好像自己做皇帝 以前那些所謂的系已經開始疏遠 不適合意見那些是完全不喜歡聽的 即是喜歡奉承 喜歡認同 是吧? 越來越走偏的 即是對香港民生人民的苦楚 真是你那個認知 你那個感覺 你的感情 是強過去一百倍 你這個特首就死定了 直到阿爺 即是逼完再逼 說要處理貧窮問題 即是這個房屋問題 真是充分發揮他狗奴才的性格 即是人問題不看 自己去看又不看 直到阿爺即是禁制了 真是找條邊打兩打 再擺下條尾 即是聽話 即是這些充分是發揮狗奴才 即是那個模式 兩界過了 斬眼去了十四年 我想你很清楚香港的十四年的演變是怎樣 這些演變當然外圍因素 有一部分因素 但是香港的管治政策 你做公司很清楚 公司自己本身的行政 和投資策略和等等的決策 是影響公司的成長和發展的 香港也是一樣的 你政府制定的政策不對 政府制定的政策偏頗 很多商機是失去了 很多發展的機會是失去了 已經十四年了 你怎樣看未來呢 我覺得如果好像現在這樣的現狀 維持下去呢 說得難聽一點 真的沒有運行 死定 真的沒有運行 你會不會贊成用沉淪這個詞 我經常用的 我說香港現在逐步沉淪 我覺得沒有運行 沒有運行 哈哈哈哈 即是你這句軟轉一點 哈哈哈哈 其實跟我們的結論差不多 所以我覺得未來是需要有些變革 一方面我們自己內部 好像你剛才所說 我們社會面對起碼三大問題 一個房屋 一個貧窮 第三個人口老法帶來的退休 嘩 你這些東西這麼像人民領導的立場 我覺得這三大座山 我們是要面對的 我不敢說 我們一下跨過去 但是我覺得 你這個看法在保皇黨那一集 議員來說 有多少個會覺得這三個 跟你的看法 即是跟你們剛才那三個問題類似 當不當人認同這個看法呢 房屋問題大家的認知 就比較一致 當然那個處理方法 可能大家的看法不一樣 貧窮問題的認知有差距 至於退休方面 退休方面 認知差距可能會更加大 即每個人的位置會不一樣 不過我覺得我們作為香港 整個社會的發展 不是一部分人富起來就可以 走到今天我們一個這麼成熟 這麼發展的社會 好就要大家一起好 否則我們是發展不下去 而且社會安定都會有問題 我會覺得 你會覺得出路是怎樣 你看到這三個大問題 這三個就是大山 是嗎 你是愚公移山 還是做一個炸彈 炸開山 一個炸彈 炸開山 也不容易 因為有時有些改革 不能太過激進 太過激進的時候 怕風險比較高 但是逃避它 讓問題燒到近身 才夠火式去做 我覺得也不對 香港這個社會 我們不是沒有錢的 我們在政府裏面 其實這麼多年的累積 是有資源拿出來做事的 我覺得是需要第一認識的問題 第二就是有個決心 其實這三個問題 你說的錢 第一房屋的問題 香港政府未必要直接花錢 是嗎 他做土地供應 是土地供應 他那個政策根本就可以 以前居屋其實都是賺錢的 那個實際帳面數字 你計算土地的價值當然沒得說 如果你純粹是帳面的數字來看 居屋其實是賺錢的 其實居屋對於受惠者的補貼 比公屋更少 是 無論哪個國家 我們就回看新加坡 對於解決人民的住 公共資源有些補貼 我都沒什麼答應 其實你說的所謂貧窮問題 如果你有全民退休保障 已經解決了大部分的貧窮問題 而全民退休保障 很多團體做了一個建議 其實跟你加下所謂的強積金 你加上政府一個三方公款計劃 他們計算了一條數 其實政府財政上是可行的 講起強積金 有一次有一個討論才好笑 你知道要改 最低和最高 最高公款 那次有某個官員來諮詢議員 就說加到三萬元好不好 有些議員就說 你由兩萬加到三萬 即是上限不行 承受不了 然後那個歪理還在哪裏 歪理就說 現在那個強積金 作為退休保障 是一個負難的拐掌 還是怎樣負難拐掌 不用了 我看法很不一樣 我覺得它之所以是一個負難拐掌 因為不夠力 即是要強化那個 要強化它 尤其是當年行強積金 有一套客觀機制 怎樣去調整 你就要調整 十年都沒有動過 一個人如果月入三萬元 講供5% 其實僱主都是講供1500元 由1000元到1500元 我就不覺得那個負擔 是難頂到這樣交關 至於有些人找中小企出來 我覺得那個是過關的 為甚麼呢 在中小企裏面 請三萬元以上的人有多少 絕對不會是大多數 類似強積金 或者全民退休保障 很多時一定要那些 較為高收入的參與 在行政費上 和在整體投資方面 能夠加大那個餅 令到較為收入少的 減少他們的承擔 在某個程度上是一個拉上補下 純粹靠低收入頂住 可能出現很多問題 但是強積金和全民退休保障 概念上很不同 政府上 你要政府承擔 你要政府承擔 那個責任是很重要的 其實政府都承擔著 是透過中援承擔 透過其他方面的補助承擔 如果你將那部份的承擔 計算下去的話 你將三筆錢 即公司僱主的綱 僱員的綱 將政府在其他支援方面 計算下去 可能再加多一點 根本這個三方公分計劃 構成一個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其實是可行的 包底式還要計算 但我覺得計算還計算 不表示不動 不表示不動 剛才你的三大山 一個就是房屋問題 你基本上都支持復建居屋 加多興建公屋 在程度上加強房屋 土地的供應 其實這個問題可以很快解決 因為你看回數字 我講了很多次 你早幾年最低潮 公屋和私人樓加起來不夠二萬 公屋低到一年七千多 是吧 私人樓一萬一千多 你和這個高峰期 一年九萬個單位計算 嘩大哥 剩下四分之一都不足 政府有幾年份足了 沒有搞到土地供應 唉 即是 整天在說 人反對 根本你那個供應量低 這個大家都有共同看法 第二就是貧窮的問題 除了我不知道你是否認同 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其實這個計劃 如果取代了強積金的話 可以令到很多低收入人士 可以輸一口氣 我想西方式的全民退休保障計劃 就未必行得通 因為怕財政上承擔不起 不過怎樣找個方法要做事 我覺得政府應該要做 你可以成立一個法定機構 你不是政府什麼都好 你可以成立一個法定機構負責看 到時就看菜吃飯 那有條數計 還有你知道大陸 最近每人派六千元 我覺得這個很愚蠢 我覺得 為何說很愚蠢 就是 這一不夠針對性 其實有部份錢 你說我們退休保障 需要一筆資金 這個可能是一個長遠的 我們要做的事 你每年盈餘裡面 你可以好像醫療一樣 我每年裡面 它過往幾年剩很多錢 每年裡面我拿幾百億出來 我就放下去 如果你有願景 有一個長遠計劃 就沒有人反對 但是你不是這樣派了去 到時你又退稅退差響 就是那個得益更加不公平 是吧 那說回這個貧窮 你覺得在現時這個制度上 這個貧窮問題 政府可以怎樣做呢 現時要做的地方 你比我熟過了 在福利事務委員會裡面 我覺得 當然中長期來說 教育是重要的 教育不只是小孩讀書 而是怎樣可以給多些資源 那些窮家子弟 除了上學之外 他的功課方面的支援 和參與各方面 應該給多些資源 貧窮裡面另外一方面 其實現在 戶口都有問題 即食飯都有問題 那裏怎樣搞呢 那裏我覺得 經NGO的食物囊 各方面的事情 其實應該繼續做 你的概念也是很慈善 即傳統所謂 即慈善救濟的觀念 我也是 這方面 這方面是一個部份 是 你又不會想著 怎樣透過稅制 怎樣透過 香港政府的角色 把資源 或者把財富怎樣分配 令到貧窮問題可以逐步減少 目前來說 大概目前來說 我覺得 譬如透過稅制去調整 暫時來說 未看到有這樣的必要性 主要原因在於 主要原因在於 在現在的稅制裏 其實政府剩下很多錢 問題是怎樣 拿這些錢出來用 用得其所 所以不是因為沒有錢 所以做不到這件事 你都看到很多問題的存在 和覺得有些出路 出路怎樣做 我們在這裏撞握無用 一定要有人有權 才有用 剛才說過 立法會是半殘廢的 最後靠行政長官 你是好用的 那麽多人是靠組 旗次先平 即是支持某些人出來參選 你自己是否有一個理由 或者心中自己的想法 就是我撞握無用 如果我可以拍到碼頭也好 或者不要說個人利益 找到一個人 和你的理想相似的 又可以透過做到這個位置 能夠落實你有關的政策 或者將來的發展呢 有幾件事 第一 我覺得我們好像目前這樣走下去 我覺得沒有運行 主要的原因就是 思想非常之… 僵化 恩秦 是 我們無論怎樣升勢力氣 再提意見 未必會被接納 未必會做 你好像在說我們的心聲 哈哈哈哈 不是就不用擲招 不用操場 不用被陰才指 現在的情況之下 現在的情況之下 無論內面環境或者外面環境 但是你這種感慨 或者不滿 究竟在建制派裏面 幾普遍呢 我不敢說 我不敢代表 因為我見到保皇黨裏面 特別是王國興那些 罵政府很厲害 罵完之後 跟著投票又不見他怎樣的 其實民建聯工聯會 透過他的影響力 其實比你的影響力可以大很多 但是不見他們發揮到這個影響力 究竟我們反對派反對黨 不滿就是例牌 但是似乎你都對現時 短暗三年都在 你都對現時很多政府的路向 你都有很多不滿在 我覺得有些事情要變革 有些事情要改變 你覺得怎樣變呢 譬如你現在支持梁振英 如果真的被他做到 你覺得透過去 你想這個政府變成怎樣呢 我想他們呢 無論是他的班子 或是甚麼人 大家都拭目以待 我很希望這班人 對香港有一個 至少有一個中場線的願景 肯面對 例如梁振英出來說 比較多 我亦都比我留心 房屋 貧窮 我覺得呢 我有個期望 每個參選都這樣說 珍任權那時候 你們那時候跟他講 托塔都答應你 那時候董劍說 都不知道幾大願景 大哥做完 上了位之後兩回事 我們一起監察他 哈哈哈哈 扔他 哪有聽你說的 有仇監察他 一起轟他 你最早宣布支持梁振英 你為何覺得他能做到 你心目之中想他做的事呢 第一我求辯 而在我聽他所講的理念裏 我覺得是有一個 不會是一個抱殘首權 會不會你是完全對 吊蜜沒有信心呢 這些公子哥兒根本 做局長年代 又沒有做任何事 除了工商局局長 做財政司仁倦去做事 做政務司仁倦去做事 做特首都不做事的了 就算你對梁振英 那個期望 或者信心不高也好 你對堂堂是完全 這個堂垃圾 你是完全沒有信心的 會不會是這樣呢 大哥說 我記得我們以前讀書 經常說 我們選領袖要財德兼備 客觀世界 就很難找財德兼備的人 這樣的時候 如果我們找一個人 那個人是好人 但如果他的能力是不夠的話 就初途了歲月 對大家都不一樣 但梁振英有個問題 就是很多人是不信他 所以我覺得我會找一個 起碼是現在表面看下來 表面看下來 有個變革心的 然後我們在那個 無論是監管 無論是規範方面 去到監察他 以至到在整件事去做的時候 如果有什麼行差答錯 其實飛不出去 誰人都判斷到梁振英的能力高於堂堂 這個沒有什麼意義 但問題就是 基於梁振英能力高 他出股的話機會大 是嗎 有立法會 有傳媒 有各方面的監察 哇 那些傳媒幫你監察 那些傳媒就是吹捧 是踩我們 踩到地底來的 即根本傳媒監察政府的角色 可以說是極為薄弱 那立法會 過去那麼多年 又不是很見保皇黨 那些真是去加強監察力的 很多時候就是小馬大幫忙 最後一投票全部歸邊 因為你不透過否決權 最後政府就是 這裏退少許 那裏退少許 整體方向你見到 十幾二十年 十幾年來都是這樣 即是沒有什麼大改變 但是在我自己 三年裡面 我覺得其實立法會的監察 傳媒的監察 其實是有一定的效力 還有現在我們的社會 透明度那麼高 亦都那個要求 會不會將那個角色再改一點 剛才我們開始說 整個制度你覺得很多問題 即你繼續保留 立法會監察這個特首或政府 都是一個被動的角色 其實過去的年紀 我都不斷提 譬如你們有些是做立法會議員 覺得支持哪一個做特首 你認為是好的 即是會不會有機會 日後你成為他團隊的一部分呢 譬如我跟林大輝說幾次 大輝哥 你既然捧堂堂 如果堂堂做特首 你不如做一個局長 是吧 即是你既然捧得他上去 支持得他上去的 你不如跟他一起執政 譬如好像你們這些 如果支持梁振英做到這個特首 譬如真的做到的 即會不會你們支持他們 團隊這幫人 又有個理想的 又有個行政經驗的 又有個議會運作的經驗 這個其實很重要的 喂 你們去走去做司局長 喂 好過不知道在哪裏 好像那時候董建華 那樣找了何志平 那個眼科醫生 來走去做這個民政局局長 是吧 根本對整個公共行政都不熟悉的 突然間就不知道在哪裏 那裏 好像這個卡片局長那樣 在海外回來沒多久 因為民建聯的關係 是副局長 跟著蓬奧信做了局長 根本就完全沒有做過政治的洗禮 沒有做過公共的那個參與 那這個對那個政府管治是很大問題的 所以即是你們既然 特得的投出來 當然你會被人指責 就說你們做這個局長 可能都是為了個名 為了個位置 真的去做 但如果你從那個管治 特別開始我們那時候談 整個管治的班底這麼多問題 你都看到過去兩屆的特首 管治班底這麼多問題 你組織一個有共同理念 還有有力的管治班底 其實很重要的 你說得有道理的 不過另外一方面 其實香港能人都不少的 所以到最後就是看看有些什麼人 願意也都有這個難 嘩我妄極的政府 妄極的司局長 你說的那個問題 我都不見的 甚至我覺得 無論誰做特首都好 其實可以包容些 甚至所謂不同的派別裡面的議員同事 現在不是你作主 最後的名單是爺拍板 你現在最大的問題 我覺得香港的管治越來越像 這個三四十年代的國民黨 零要奴才不要人才 最重要是肯聽話 不是夠膽去 有這樣的能力去管治 去帶動香港的發展 你現在越來越像是這樣的 要擺脫這件事 是呀 如果你真是支持梁振英 你怎樣令到 將來梁振英的管治班底 不會出現過去兩屆類似的問題呢 剛才你說的意見 我一定會反應 哈哈哈哈 最後一點 就是 你為什麼會支持梁振英 好似剛才所說 一來我求變 我覺得無論內在外為大能景 我們都不可以 但是變好還是變差 說你可能香港加以沒有運動 說你可能支持梁振英 說梁振英可能把香港真的推向谷底 推入這個心圈 這個稍後有機會 如果他宣布去參選 我想他的政綱班底 大家都會 都會有個 都會看得到 都會做個判斷 另一方面 我覺得 除了找他人有能力之外 就是我們 在制度上 在社會上 對他的監察 你信這個有用的 我覺得香港公民社會都很成熟 那個監察都相當厲害 過去十四年監察老猛董監察 曾蔡權有用嗎 都完全不聽的 最後就是一夜禁制 對 就像你說的三國大山問題 大家都看到 喂 他不聽就不聽的 對嗎 最後一夜禁制 一禁制就擺尾了 那就聽了 監察有用 要不然都不會中間下台 你覺得在騰振英的選舉 或者管治方面的發展 你可以扮演幾大角色呢 我覺得現在言之上重 他班底有些什麼人 老實說我也不知道 你跟他的關係有幾密 我認識他很久了 當年就是1980年代中 我差不多年代認識他 但我跟他關係很疏離 那時就是四個年代化協會 他們回來講書 我那時也跟上去 但正如你所說 大家不熟悉 什麼時候熟悉一點 就是2000年籌辦十大專業聯盟 當年我代表會計界 他是牽頭人 從那時開始大家工作得密一點 他跟專業方面的接觸不斷強 那時余若薇初期都在 後來是梁家傑 在那段時間大家工作得密一點 也有時會一起跑大陸 開始了解多些 你見到梁振英幫我問他 因為我們正式邀請他上這個節目 他就諸多推檔說不是很方便 他就不肯上 其實給了機會去面對群眾 面對這些質詢 給了機會去說服香港市民 他不會推向香港走入心圈 因為我想很多人 這個對他一個憂慮 他的能力沒有什麼人質疑 他的經驗都很豐富 但是究竟第一 很多人覺得他不可信 二來覺得他很奸 還有覺得特別對香港民主人權 這一方面 他可能會基於北京的政治上的需要 他會毫不留情 和毫不搜怨 會打壓 等同加上我們的一哥 我們這個托英 真是為了中央領導人來香港 不用見到請願人士 可以打壓香港人民的基本人權 很多人對梁振英的觀感很強 所以至於如何可以說服到群眾 這個憂慮其實不存在 還有你又相信的監察 但我告訴你 很多香港人已經不太相信 這個監察有效了 最後就是阿爺 即是禁制的 阿爺禁制的特首未聽 阿爺不禁制 除非再五十萬人 一百萬人上街 有些少作用 所以你們說很多的問題 管治上也好 香港社會也好 都跟很多 特別我們基層民主派的感覺相似 但究竟那個出路如何能夠帶動 這真是很靠你們這些 在建制裏面 在有影響力的位置裏面 去發揮你們的影響力 我請你多多提見 多多提見 很高興 今天和陳茂波 開始這麼坦誠 談了這麼多方面的問題 香港很多的政治領導人 在政府裏面也好 司局長也好 公務員也好 在立法會裏面也好 很多真是基層出身的 但至於真是最後 和在最重要的立場 和有沒有利用的位置 是幫到香港 特別幫到基層市民的話 就好看各別的表現 再次多謝陳茂波 上來和大家分享他的經驗 多謝你 如果梁振英有機會 真的做到特首 你又有機會 真的可以做司局長 記得上來這個節目 再和人民做個交代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拜拜